现在的位置是位于雅加达 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二号航站楼 也就是国内航班的出发路径 那么还有三天就是开斋节了 而这三天也是民众返乡的最高峰期 那现在的时间是为早上的8点11分 我们可以看到机场内呢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排不完的场队 那这里是进入办理登机手续的入口处 那这里是已经排着近15米的长队 那隔着玻璃门呢也可以看到 也看到里面的登机站台呢 也是挤满了人群排满了长队 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民众 在这几天呢需要乘坐飞机返乡 或者是旅游的民众呢 最好在三个小时以前就达到飞机 在飞机场等待 另外呢从机场的工作人员的口中了解到 昨天亚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全天进出航班达896班 那接送旅客高达134148人次 预计这几天还会上升 那么工作人员也表示 开斋节返乡的民众呢不止只是返乡的民众 在这里还是包括了许多去巴黎岛旅游的民众 那最后刚刚我也采访了几位民众发现 因为我国疫情情况有所好转 开斋节假期乘坐火车的民众呢 如果已接种了三剂新冠疫苗 是无需携带任何的新冠检测报告 所以呢这也是许多民众选择乘坐飞机返乡 或者是旅游的原因 但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接种了只有一剂或者是两剂的乘客呢 还是需要携带24小时的新冠检测报告 或者是三天内的PCR检测报告 以上是美独新闻记者廖碧林 在雅加达苏加罗亥大国际机场所做的报道 回到远播室真林 好的非常感谢廖碧林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